这是一位沉迷于网络游戏中的高中生 他利用网络游戏赚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 不过后来游戏账号被封 他被迫辍学出来创业 用自己坚定不移的毅力 在26岁就成功当上了亿万富翁 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吴说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泰国电影 亿万富翁的顶其亲密 阿塔是一个家境优越的高中生 他热爱网游 不管是上课还是闲暇的时候都在玩游戏 玩的多了 技术自然也厉害 因此他靠倒卖游戏装备赚了不少钱 他拿着自己赚到的钱 给自己买了一辆新车 可因为经常玩游戏 他的学业一塌糊涂 校长找到阿塔谈话 阿塔不以为然 甚至还想出了 要捐一块广告牌给学校的要求 来贿赂校长 校长拒绝了 并把他的学习情况告诉了他的父母 一天阿塔无意间听到了父母的谈话 原来父亲的工厂不景气 家里签了一屁股债 再加上阿塔学习成绩不理想 没考上好的大学 妈妈执意要让他去上私立大学 可大学高昂的学费 成了父母争吵的焦点 阿塔听见心里很不好受 他决定用自己的积蓄去交学费 但打开存折一看 里面的钱根本不够 于是阿塔想再去打游戏赚钱 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的游戏账号 因为交易频繁被封杀了 没了游戏账号 阿塔就没办法赚钱 这时阿塔把眼光放到身边的DVD上面 第二天阿塔就去批发市场 以低价进了一大批DVD 开始了他盗卖DVD的生意 他出入社会完全没有经验 这一批DVD都是劣质产品 阿塔赔了个精光 他去找老板理论的时候 还被老板打了一巴掌 阿塔越想越气 一个人开车回家 半路上遇到了老爸 老爸决定出钱让他上大学 但是倔强的阿塔 没有接受父亲的钱 而是悄悄的把父亲送给自己的佛牌 拿去以十万泰铢的低价卖了 阿塔有了钱去上学 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读书上 他还是想要自己创业 一个意外 阿塔在食品博览会上 看见了超板力机 他耐不住诱惑 以高约市场十倍的价钱 买了一台板力机回来 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阿塔走遍了市场上的每一个超板力摊位 悄悄的学习着他们超板力的经验 有了经验阿塔就开始和管家唐叔 在美食广场的尽头找了一个摊位售卖板力 结果这里面一天下来也没几个人逛 更别说有人买了 阿塔也无奈 他来到人流比较旺的市场仔细观察 发现这些人的店铺 不仅把档口开到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 还会开口大声招揽顾客 阿塔把这些发现都记在了本子上 回去后 阿塔把自己的板力摊位 改在了美食广场的门口处 慢慢的 随着板力品质提升 买板力的人也越来越多 阿塔的超板力很受欢迎 开始自己的小北生意有了回报 阿塔决定趁着搭铁 想着在商场开设多几家超板力的分店 一切都往美好的方向发展 本想着自己可以一年赚一百万的时候 商场管理人员需要求他搬走 因为超板力的油烟 把商场的天花板熏黑了 影响环境 就这样 阿塔又一次失败了 乌露乒乓临夜雨 此时家里彻底破产了 爸妈让阿塔搬完护照 跟着他们一起去国外 阿塔不想去 他想继续留在泰国 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在机场送走了父母 阿塔眼前一片迷茫 下一个创业之路又在哪里呢 在这时 女友阿玲给出了最大的支持 女友车的海苔 也让阿塔萌生了另一个 大胆的创业想法 家里的大别墅被银行查封抵押了 阿塔只能买回一箱又一箱的海苔 和堂叔在走廊上 游炸海苔 经过几百次的尝试 海苔总是炸不好 要不就是太苦 要不就是太油腻 湿了很多箱 他们依然没有找到了合适的方法 钱花了很多 却没有结果 堂叔几次都想放弃了 但是阿塔却决心要做出点成绩 于是 他们便卖了家里之前的东西 继续买海苔回来尝试 一个雨夜 阿塔回家 看见堂叔炸海苔的时候 不慎花岛摔伤了 阿塔把堂叔送到医院 然后自己回家 继续尝试炸海苔 看着一箱箱海苔见底 但那依然没有炸出成功的那一块 阿塔不禁感到失望 环顾四周发现 地上有一张被雨水浸湿的海苔 阿塔把海苔放进锅里 做最后尝试 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这一块海苔炸出来 异常的酥脆好吃 这就是他想要的 阿塔带着自己的新发现 去医院让堂叔尝了一块 两人终于尝了一口气 心得真诚开始了 堂叔出院后 他们立刻投入到 炸海苔的生意中 因为海苔酥脆可口 大家争相购买 开着每天的盈利 阿塔又开始计算 照这样的速度 那么一年赚一百万 一点问题都没有 阿塔兴高采烈的打电话给妈妈 告诉他们 自己的海苔事业 现在如火如荼 帮家里还债 一点问题都没有 让他们可以回家了 可爸爸却告诉他 家里钱的债是四千万 顿时阿塔 犹如被晴天霹雳击中一般 四千万那是多大一个数字呀 照自己这样的赚钱速度 那得要多少年才能还清 阿塔又一次陷入了迷茫 整天忙的分身乏术的阿塔 为了不拖累女友 冷酷的和女友分手 专心的投出到自己的海苔事业当中 一天晚上 阿塔外出买东西 看到泰国成千上万的便利店 他想 如果把自己的海苔 放到这些便利店里售买 那么自己一定能够成为一万富翁 第二天 阿塔就联系了便利店总部 带着自己的海苔去总部 恰谈加盟事宜 等了一天 终于等到了总部负责人 蒲小姐的回应 他认为 阿塔的海苔包装低廉 而且价格偏高 不适合便利店售买 让阿塔回去改进 有方向就不怕 阿塔回去找到了设计公司 更换了包装 再次带着海苔来到了总部 这一次 阿塔心情十足 但是他在总部等了一天 都没见到蒲小姐 阿塔这次真的失望了 他把海苔随意送给了一个 看电梯的保安就走了 没想到 就是因为他这一个举动 让总部的人吃到了他的海苔 大家称赞不已 总部也给了阿塔一个合作的机会 不过要求是 半个月后去检查工厂 看是否符合合作的资质 为了能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阿塔去银行贷款 去赎回自己的福牌 都没有成功 随后他只能卖掉了自己的车 租回了曾经家里的一个旧仓库 在那里简单中修复 作为自己的工厂 半个月后 总部来人检查 简陋的厂房虽然有点那个意思 但卫生和环境都还没达标 阿塔只能等待通知 果然天道抽情 阿塔的真诚和努力打动了总部 阿塔的工厂终于通过检查 阿塔的小老板海苔 就这样一车一车的 被送往全国的各个便利店 一年内 他还清了家里的债务 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 四年后 阿塔26岁 他就成了泰国最年轻的伊万富翁 阿塔成为伊万富翁的机密 其实没有别的 就是坚持和勇气 任准了一条路走下去 无论中途有多少困难和失败 一个一个去克服 那就是成功 一部非常励志的真实电影 当你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 一定要来看看这部电影 相信会给你一个巨大的鼓励和方向 好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老吴点个关注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